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领代表团出访老窩、简报债 越南三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的家族 70年代起已经投资越南 他说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 能够以香港所长结合大湾区内不同的行业 到东盟三国拓展相机 我想香港要这么想 先人本就是想香港 香港是国家一部分 唐玉江河大湾区根本是自己人 我们要怎么结合大湾区就可以做了 你说做新能源汽车我们也可以 你说做储能设备也可以 做新能源也可以 我们去做什么呢 叫我们去做当然不行 但我们跟他合作就可以了 我们引入这些去越南、简报债都可以 接着我们就做金融 就做financing 我们要专业服务跟他组建公司 策划怎样落地 这个一定是强强结合 香港做事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大湾区的人去的 这次特首去的一个组合 工商、金融、运输物流、专业服务等等都有 所以这个就是香港的强项 身为代表团成员 蔡冠森认为特首亲自出访 显示香港愿意并重视跟东盟国家加强合作 那重视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希望在落实很多相关的政策 能够真正能够尽快去落地 高层的护房和大家重视这件事 那他们就会把我们要的东西 就能够推动下面的官员去落地 还有还有一件事 当双方的高层官员对接多了 就会推动两地的企业家 有信心去大家互相对接 所以这次特首去的好处是什么呢 将我们香港的形象 香港的意愿告诉大家